我們再說回那個空管系統 有關AT3的空管系統 延遲啟用了差不多四年 現在是6月19日開始分階段 但是你都沒有辦法保證它百分之百是安全的 這個有關香港人的性命財產 絕對不能夠調以輕心 所以大家都會很關心這個問題 你現在開這個位置 希望可以處理和推動一些重大的事項 包括這個空管系統 包括完善無人駕駛、飛機系統、規管制度 在行政管理方面又要改善 民航處等等 老實說,如果你在現在民航處長 目前只有一個副手之下 那是一些專業職系的 我們都不會反對 但問題是你要答覆我們 有關AT3的空管系統 啟用之後的問題 另外就是其他關於三跑、文學學院 逐條可以問你有排問 但空管系統 剛才邱副局長的回應 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當然我們現在在唱委會 正在討論 究竟接不接受你運防局的建議 我們看過那份顧問報告 用你來講的方式 現在我們未有定案 我個人來說 在那七個委員裡 我就反對 OK? 甚麼理由? 甚麼那麼機密? 你告訴我 是嗎? 我自己反對 我就不知我們其他那些 包括現在吳亮星坐在那裡 我不知道他看了這份 運防局給我們那份信 我今天才能收到的 好了 我今天才能收到這份信 有些問題懸疑未決定 我今天才能收到封信 我們都未決定 那麼你現在來拿錢呢? 雖然這個在人事編制談了很久了 但是 牽涉的範圍也很闊 剛才我所說的空管系統也有 這個民航處的管理也有 這個無人駕駛飛機系統也有 然後三跑也有 找一個 首長級的政務官來專責做這件事 但是你先回答這個空管系統 就是 言如未決 你又沒有辦法 給我們一個很合理 大家都放心的 一個答案 因為我們在聆訊的過程 包括審計處那份報告 是害怕的 抹汗的 是嗎? 很離譜的 現在不知處長 你有沒有可以回答 譬如說 我們過去所擔心的問題 你現在開始啟用 分階段啟用 你有沒有把握 你可不可以在這裏做一個承諾 是嗎? 我們過去所擔心的事情 是多餘的 你現在保證百分之百安全 你可不可以先說 主席,我想先回答一個問題 黃議員 因為她說 有很多事情 一齊 我一平去說 但我想一段說得清楚 就是 張委員會要求我們 給有關於 局方 委任的 獨立的顧問 關於 那個空管系統的 就緒 是否就緒 那個報告本身 其實是已經交了給 議員的 那個報告裏面很清楚 是說這個系統本身 是沒有問題的 是可以準備就緒 是進入 我們現在分階段的實施 這個報告本身是給了議員的 所以那裏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她說的是 我們還未有一個條件 那裏是另一個報告 那裏是純粹一些 很技術的方法論問題的文件 所以那個報告的 報告的結論本身 是很清楚 已經給了議員的 我想澄清一下這件事 先請處長再解釋 處長 多謝主席 很安全 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其實王議員的關注 也是我的關注 如果那個系統 我覺得是有不安全 我是不會要求同事啟用這個系統 首先副局也說過 運防局委聘那個獨立顧問 其實他跟這個系統做了一個評估 他對這個系統都覺得是安全 和可靠、穩陣的 現在我們為何要分階段啟用的系統呢 主要就是我們希望給多些時間 員工去熟習這個系統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由六月份開始是一個颱風季節 我們都想盡量減低颱風季節帶來的風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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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